Lal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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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 而堅持 到底 看著你 我不願 再逃避 你的笑容 太多美麗 我難以 呼吸 你是否會說 說你願意 你出現在 我生命裡 難以抗拒 無法開拒 我會拼盡 拼盡全力 只沒有你 給我勇氣 勇氣 我願為你 付出我的全部 只想給你 給你 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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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這麼急找我出來 是有什麼重要的事吧 我昨天給我媽打電話才知道 原來她生病住院了 還不想讓我知道呢 都住院了 沒什麼大礙了 說是眼睛有問題 她跟我說沒什麼大問題 但是我有點擔心 所以我想回去看看 是該回去看看 子欲養而親不帶 這種事最揪心了 許憲 今天我找你出來吧 就是想問問你 你願不願意跟我一塊回去 看看我媽媽呀 我跟你一塊回去 這合適嗎 你知道我這個人嘴笨 我見到你媽 我都不知道該說什麼 我媽不是那種 特別挑剔的人 她特別隨和 而且她說了 只要我喜歡她就喜歡 是 我是怕吧 萬一你媽見到我 看不上我 覺得自己這麼寶貴的一個女兒 就嫁了這麼一個 反而病情加重了 你說好心辦壞事嗎 不是 不會的 我大學畢業以後 每次打電話 或者是春節回家 我媽都會問我 你什麼時候帶個人回來呀 那你說 現在我們倆在一塊了 也總算是了她一個心願 我們倆能夠一塊回去 我媽一定特別特別開心 說不定一開心她病就好了呢 佳佳 我覺得吧 見父母是一件特別大的事 真的走到那一步了呢 就表示兩個人已經定了 你看咱們從認識到現在 也才幾個月的時間 再說你媽之前也沒什麼心理準備 我這麼冷不定的突然出現 是 究竟是我媽媽沒有心理準備 還是你自己心理沒有準備好呀 佳佳 我不是說不願意跟你回去見你媽 我是想等時機成熟了 我準備好了 我再去 行嗎 那個 我這次回去吧 我就打算看看媽媽情況到底怎麼樣 如果說特別嚴重的話 我就帶她來北京 這樣跟我住陪她看病也方便 你要帶你媽來北京看病啊 那 跨著省的這個醫藥費報銷 你可都問清楚了 因為這費用不小的 我媽是退休教師 大病醫保跨區也能報一部分 再說了 就算是一分錢不報 我也得陪我媽看病吧 是 俊憲 我就最後再問你一次 你到底願不願意陪我回去 看看我媽媽呀 正下 我不是說不願意陪我 我現在單位特別忙 忙得我焦頭爛額 我時間上我說不准 行 沒事 那你就先忙你的吧 我一會兒還要再見一個朋友 就不給你多忙了 好 好 喂 媽 我倒這什麼炒咖啡啊 你哪兒呢 那個不是我找你有事 是你跟佳佳的事 我和顾佳什麼事啊 我跟你們兩個買了兩個 一個小就離婚的店 你現在就在那個咖啡廳旁邊有個電影院 你看見了嗎 就在那兒 我把信息發你倆手機上了 別遲到了兒子 我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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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媽呀 服務員買單 不用了 就兩塊小蛋糕 我還是請得起的 佳佳 你一會兒忙完了 好 那我先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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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昨天北京最高端的时尚杂志 对我们的工作室进行了一篇专访 我相信以他们的发行量一旦上市 北京的成功人士会对我们的工作室耳熟能详 所以我邀请了他们的主编 安娜还有时尚名员欧雷维亚为我们来剪彩 她也将会成为我们新店开业的第一位客户 接下来就是我新店店长的人选 我不希望这次我新店的店长 是我单方面指认的 在座的每一位都有机会 我要公开竞争 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你们如果认为你们符合条件 都可以来报名 在月末的时候 我会统计一下你们的业务量 谁的订单最高 营业额最高 谁就是我新店的店长 大家看一下新店的选址 它在最繁华的货币 所以新店店长必须建立新的客户圈子 你们的努力 你们建立的人脉 都会是你们自己的收获 所以你们每个人都要加把劲 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谁是新店的店长 到时候就知道了 再会 那我去哪里 你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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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哪里 你去哪里 你怎么来了 那个 对了 刚刚你妈给我发微信了 他是不是找我什么事啊 他没事 他跟我说说没什么事 让我过去找找 你没事吧 我刚才瞧见你的男朋友 吵架了 吵架了 吵架 这个在我高大勇生命年 那女性朋友呢只分两种 一种是睡过的 一种是没睡过的 你是那种没睡过的 并且我也不打算睡那种 但是 再怎么着咱俩算半个朋友对不对 你看 你要是心里有什么话 自个儿憋得难受 你就把我当一大花垃圾桶 跟我道道 晓妮姐 你也找白总有事啊 晓妮姐 其实我心里特别知道 不管从哪方面的能力来讲 你都是分店店长的不二人选 我也是真心希望你能去啊 希望你是真心的 晓妮姐 你说 我们两个不都一样吗 对不对 都是听白总的话 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 我没有其他的意思 而且我觉得 你不要听那些糊涂人 在那说三道四的 刨去这份工作 我们才是真正的姐妹啊 李翠翠 你是我带进来的 如果你可以凭自己的努力 让自己的事业上一个台阶 我真心地祝福你 这是实话 白总 是为新店店长的事来的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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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这个月你要好好努力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谢谢白总提醒 喂 喂 什么 你现在要撤资 不 你是在开玩笑吧 你这会儿怎么可以撤资呢 我新店马上就要开业了 是我布料都进了 定金也付了 那你要我怎么办 我现在去哪儿找新的合作人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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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ום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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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ad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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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晓妮姐 我听说最近接了不少散单呀 快到月底了 咱们白总可是只看业绩 不讲情面的人啊 别怪我没提醒你啊 这韭菜盒子的味儿真冲 小妮姐 你这儿翻弄什么呢 那怎么咱们仓库里的欧根纱全都没有了呢 本来是友谊批类的 可是刚才翠翠派人下来都给拿走了 她说要裁衣服打板 她下手倒是挺快的 我跟你说啊 你看啊 现在是非常时期 人家可是猛足了近晚上充啊 我跟你说 什么材料贵 她就给客户推销什么 这样虽然她的客户量小 但是到了月底 人家的业绩照样光光晚上飞 你的也变通一下吧 其实我记得仓库里好像还有点 进口的蕾丝 没有欧根纱了 用蕾丝不是也一样吗 我那条裙子必须用欧根纱 没关系 我还认识几个经销商 我去他们那儿找找 不就是花点时间的事吗 谢了啊 请不请 过了啊 就来放这儿去吧 过了 要找多做长期了 想吃什么啊 我今天晚上 估计不能陪你吃饭了 我得工作 可以啊 点外卖 你在这儿我会分心的 我在这儿你会分心 但是你不看看 现在都已经下班了 那么拼干嘛 你也得考虑考虑我 你现在就把我给赶回去了 那等我新店先开张 然后我再陪你吃好吃的 那今天呢 今天你就先回去吧 好了 回家吃个吃点干啥 自己也自己也吃东西 嗯 好 走了 拜拜 好 大家给我微信 这李翠翠这小鸭都骗子 还真有心眼没看出来啊 怎么看不出来 从我第一眼见她 就知道她不是个手榴榴灯 姐 她要再给你七瘦 你就跟我说 我亲自你收拾 没事吧 拜拜 不是我这儿吧 不是你这儿 我这儿力度还可以吗 还可以 还可以啊好嘞 李翠翠 我要不是看在顾佳面子上 我早就收拾她了 就是 简直是东坡先生与狼啊 可不嘛 姐 你这身体还没好 又这么折腾 我告诉你 年纪轻轻老一亚健康 老了可得半残 知道吗 别说老了 我跟你说 我觉得我现在就老了 你们是不知道 长江后浪推前浪 我今天差点就拍死在沙滩上 姐 没事 这俗话说了 年轻是最好的资本 可是俗话又说了 姜还是老的辣 你甭害怕 你就卯着劲地 招呼这小丫头骗子 我就不信灭不了她 你要灭不了 你就跟我和田亮说 我们给你出头 是有天亮 对 你们就别出头了 白总又不是傻子 我倒要看这小丫头骗子 她能招出什么花来 对 别听 你也别听 好了 姐 快点 干嘛呢 玩游戏呢 变速器升级呢 游戏 就这么升级 不是 你能看明白啊 我说 你这是趁展哥不在 跑我这儿偷师来了呗 我不是 你说我整天啊 就是洗车洗车还是洗车 我真有点干腻味 你跟展哥打个招呼 让我在您那个赛车场车队 车队 车队 找一活儿给你干 我在那儿发挥一下娱乐行不行 太行了 真的呀 真的 我跟你说 我车队现在正缺人呐 缺个洗车的 你玩我 这玩啥呀 来车了 不是 你去 还是我就去 你去 改装找我 洗车 找我 几位大哥 有什么分锁您 洗车 洗车是吧 把那事好好洗干净 得 那个那是谁的车呀这是 咱们的呗 咋的看着不像啊 不不不 是做一下登记 小伙子我一说啊 这周我没回家啊 就开这车了 对 你好好洗洗好好美美容 对 看着跟心里一样 几位大哥那是容归故离啊 对 一锦还乡 是不是 那可不 这是隔几个在城里面包了项目 赚了钱 隔几个合资买的 看上它你以为容易呢 不容易不容易 那相当不容易 有句老话啊 不知道当说不当说啊 你说 叫好马配好鞍 但还有一句老话 叫人靠衣装 佛靠金装 兄弟几个好鞍是有了 但是再配上一身 量身定制的西装 配上那好车 哪才叫真气烦 量身定制 哪定制你 对啊 我认识一个 非常有名的设计师 是吗 那你快给我说吧 来来来来 我告诉你啊 我告诉你跟设计师 怎么去联系 怎么跟刘成 我给你刘成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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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刘成 要不要踩到鞍是 不行这个颜色不对 小妮姐小妮姐 别忙了 赶紧出去看好戏吧 怎么了 那个李翠翠没有金刚子 非要懒瓷戏活 现眼了呗 她不是把你那客户给抢了吗 现在做出来的东西人家不满意 正跟她闹呢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我对这事不感兴趣 这事要是让白总知道了 看李翠翠以后 还怎么在咱们工作室混 没准啊 白总直接就把它给开了 他们在哪儿啊 贵宾室呀 那我拿一下 再调一些食品 好 走 您先乱起听我说啊 如果您的衣服出现问题了 我们好好沟通嘛 对吧 不管出现什么问题 我们都负责给您改好 你这衣服能重新改 那我妹妹的婚礼 能重新再接吗 就你这破衣服我告诉你 你在婚礼上让我叮死人了 许太太 许太太 您先别生气啊 一般情况下呢 是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的 那会不会是你穿的时候 可能不太小心就给震开了 你还赖我 好 我告诉你啊 你少给我来这一套 这衣服呀 能退则退 不能退啊 也退退 许太太 好久不见 晓妮 上一次你怎么不在呀 要是你经手的话 就不像这样了 你先别生气 你先坐一下 你先喝点茶 你喝点茶 怎么了 就这儿啊 你快点 这一个小口子 小提纳 所以我闹得上来 翠翠 这个是针丝里衬 很柔软 你只图块选错针了 这个面料必须加大 极致火升量 否则很容易跳线 就那么一点小口子 补上不就完了吗 小问题 小问题也得解决啊 我做主了 重新给人做一件 不 你看你们怎么解决吧 许太太 这次真的十分抱歉 我们刚商量好了 刚才那件衣服 给您退货 然后再由翠翠 给您做一件新的 作为补偿 好吗 小妮姑娘 你看 以前的我的衣服呢 都是你做 我就相信你的手艺 还是你做吧 谁做都一样 我们一定会让你满意的 许太太本身 就是小妮的客户 只是 是小妮前一段时间休假 所以我把这一单 让给别人去做了 既然客户已经要求了 一切照旧 小妮 许太太的那单 你继续跟进 好的 放心白总 那我先出去了 你还有事吗 白总 对不起 我让您失望了 你太高估自己了 让我失望 你还没有那个资格 你只是一个小小的助理而已 田晓妮从经验上 从技术上都比你强 所以败给她一点也不丢脸 很正常 今天算是跟你上了一课吧 今后想要独当一面 遇到的事情 比今天复杂得多 是 我要学的还很多 所以拜托您 一定要多指导 其实在你身上 我看到了很多 我年轻时候的影子 可我要提醒你 光有野心是不够的 我明白白总的意思 所以我今天来 也不光是想让白总 看到我的野心 也希望您能看到我的能力 我能在年门下学习 已经是三生有幸了 所以能为分店做了什么 也是我的责任 其实我现在满心满脑地想的 都是我的工作 至于什么恋爱啦 爱情这些东西 都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 我觉得有点东西 还是想让您看一下 姐 吃饭啊 我今天早上不能吃了 今天早上有个重要的例会 我得保持头脑清醒 姐 是不是今天消息就出来了 对啊 今天白总会在这个例会上 公布新店分店店长的人选 恭喜你 太早了吧 我说真的不是 我姐啊这个月 马不停蹄地笨得一个月 李翠翠的小鸭头片子 肯定被你灭了 没错 她一点信没有 没问题的姐 提前恭喜 好吧 那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好嘞 快点 快点 快 走吧 走吧 走 走 走 我告诉你啊 今天咱把屋子 好好布置一下 别累这么长时间了 让她好好高兴她 这什么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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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个月的三号上午十点 大家准时去新店 开业庆典 好啊 下面我宣布新店店长 他就是 李贝尔 李贝尔是谁啊 我知道了 多谢白总 那以后就请大家多多关照了 李贝尔负责管理 副店长田晓妮负责业务 你们两个好好配合 恭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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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前不是叫伊丽莎白的吗 这改个名就能当店长吗 小妮姐 叫什么伊丽莎白 小妮姐 我早就说她肯定有事了 真厉害 她看不出来吗 不是 你们三个回事啊 这怎么就是她了呢 小妮姐 我早就说她肯定有事了 怎么了 怎么了 不想理我啊 只是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 就叫我贝尔就好啊 新的名字算是个新的开始 恭喜你啊 小妮姐 说句心里话 你的一句恭喜 比别人一万句都有用 毕竟我是你带出来的 而且这段时间 我确实从你身上学到不少东西 如果没有你的话 不会有我的今天 不敢当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吗 我听出来了 小妮姐这是在提醒我呢 是 我知道 刚来北京的时候 我什么都不懂 人又土 每天只知道做错事 那个时候小妮姐 是看在我姐的面子上 那么照顾我 但是 你应该是第一个 打心眼里瞧不起我的人吧 我从来都没有瞧不起你吧 我从来都没有瞧不起你吧 只有你自己瞧不起自己吧 没有吗 你的悠悠感那么强 你觉得你自己是最好的 所以就算你对别人好 看起来都像是施舍 我姐可能会领你的钱 但是我不会的 所以从那个时候 我就告诉自己 总有一天 我一定会超过你 你做到了 好 小妮姐 我不会为难你的 你就在我手底下 好好干吧 我会好好照顾你的 怎么样 何处啊 再来 老展 你心机吃不了热豆 要是你这 你刚会有几张学院没多久 别自己太大压力 我怎么能不心急啊 我现在能不急吗 离比赛有几天 我问你 时间越来越近 就我现在的这个成绩 在这儿上了那么多人 我不用比就已经输了 我找问题拽了 赶紧换羽胎 换羽胎 换羽胎 好 好 干吗 好 你看老师 我还在训练这段 没必要好多手 你就少点 好 训练 比赛 好 一样重要 你能保证比赛那天不下雨吗 是啊 高大勇你在想什么呢 这次呢 找着赞助商给提供的轮胎都是旧的 我想可能他们也觉得这个训练阶段没必要 他那什么事 你先别生气别生气 这事都主要怪我 我我马上跟我们联系 不是不是不是 这事不怪你 可能他们对我们的比赛成绩啊 本来就没有抱有希望 那哪能够啊 这都是小钱 实在不应该哥们自己戳 别骗那什么 请问 请问你们是哪个车队的 我们超级速度的 对 我是车队经理 车队众 请你们尽快离开 赛车后段时间已经被别的车队包了 不是 我们这 这刚跑几圈啊 你就轰我们的 他们哪回来啊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季道赛道 就是那个车神 张大胜 谁 车神 我们长哥在这儿谁敢说车神 你们赶紧去啊 赶紧离开 车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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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号曾说过 事情穿的是点点猛 前仗子一直在国外去练练着 刚跑这样成绩出来写的 有什么呢 走啊 走啦 张哥 不能走 输人不输阵啊 不能就这么走了 好 酒来喽 你别开那个别开那个 今天给我姐庆祝里开香槟 你懂吗 香槟有 对了你买那个那什么 拉的那拉花 东西呢 拉花怎么在那儿呢 试试试 那不能试 这这玩意儿一次性的 用完就没了 行 反正这样啊 一会儿啊 我姐马上就回来了啊 等她一回来 一进门 我这花一拉响 咱们排成一排 然后口号是 店长加油 恭喜店长 店长威武 天啊 你们弄那么大一堆 你跟你姐说了没 我打她的电话 催会的电话 都没有人接 她俩不会自己 出去庆祝了吧 惊喜嘛 怎么可能跟她说了呢 她不回来那怎么办呀 肯定回来 肯定会回来 快快快快 这边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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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俩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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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 不好意思啊 我来过来 还以为是我姐呢 拿着什么呀 是不是要跟我姐 更上一层楼啊 借此机会 那这是一家脖子 不是 那你有没有带 别的东西啊 比如什么手上带的东西啊 什么东西啊 干嘛呀 好的东西还在带的 好 什么道理 口号是什么 偶尔店长威武 恭喜你 快快快 回来了回来了 回来 来 恭喜店长 店长威武 来来来 恭喜店长 店长威武 恭喜店长 店长威武 贝贝 你这什么哑炮啊这个 姐 为了 恭喜你带着店长 我们特意给你准备了 一个惊喜派对 对 开心 谢谢大家 但是 店长不说 不是 那个 小妮 你没事吧 没事 店长是李翠翠 你到时候见到她 替我跟她说这个恭喜 翠翠 等会儿 怎么回事啊 你好 展先生在吗 您订的蛋糕到了 那个 那个哥们 你 我没有订 那个 你送错了 没错啊 展先生订的双层彩红色蛋糕 上面写的祝贺想 打 打 打住 我钱付过了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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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走吧 小妮 我 本来是想给你惊喜的 我今天一天 已经收到太多的惊喜了 姐 姐 姐 那到底什么情况 这店长非你莫属 她谁能来得了啊 怎么回事啊 这样吧 我打电话 问翠翠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用了 都已经这样了 大家都散了吧 我想一个人惊喜 不是 平什么呀 姐 平儿子 这怎么是李翠翠 咱们的店长不是百分之百 都确定是你的 对 妈妈这么长时间了 这什么情况呢 对呀 这凭什么呀 你告诉我 对呀 这李翠翠怎么回事 这肯定有事 是不是 姐 你等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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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陆你 你 你快说 我去管她 什么情况呢 对呀 这凭什么呀 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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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句心里话 你的一句恭喜 比别人一半句都有用 毕竟我是你带出来的 而且这段时间 我确实从你身上 学到不少东西 刚来北京的时候 我什么都不懂 人又土 每天只知道做错事 你的优越感那么强 你总觉得 没人能比得上来 所以就算你对别人好 看起来都像是失手 所以从那个时候 我就告诉自己 总有一天 我一定会超过你 想什么呢 想什么呢 我在想 农夫和蛇的故事 能不能不要胡思乱想啊 我今天被我亲手 勿扰的故事 跟蛇咬了一口 蛇问我 疼吗 忍着 明天我还会再咬你 但是你要知道 这只是一份工作而已呀 这不只是一份工作 你知道我给他付出了多少吗 我多想拥有一家 属于自己的专门店 这个梦我做了好久 可就在今天 他真的成为一个梦 这些我都知道 都付出了很多 如果你觉得 你特别委屈的话 你就哭出来 哭了就输了 我不哭 这里没有外人 你哭的话 我不嫌弃你 哭有用吗 哭有用吗 只听到心跳在激动 却装作不在乎 像云淡风又轻 十二分之一 不会有什么 你也想了解 我开心一下 你也要不做了 你也想了解 我还有一个人 鱼灯 都拍摄了 我一天 你也想了解 你也想了解 怎么会留下那么多伤害 勇敢的去爱 我为你停止最美的爱情 如果真爱 只有时间能够降低 春节面永恒 我的梦想你永远会懂 多少年向往海阔天空 你给我猜脱 心跳和感动 在雨中我和你再次相拥 如果勇敢的爱勇敢爱 怎么会明明向爱去分开 为何一转身才发现 所有的错都不该 如果勇敢的爱勇敢爱 怎么会留下那么多伤害 勇敢的去爱 我为你停止最美的爱情 勇敢爱 停止最美的爱情 勇敢爱 停止最美的爱情 最美的爱情 最美的爱情 在我最美的爱情 为你停止最美的爱情 这就是最美的爱情